113年度花莲购物节除了消费满百周周抽奖活动之外 也在暑假期间针对花莲产业安排丰富的职人体验系列活动 为青年提供职人体验的机会 第一场是一日咖啡职人体验 带领青年伙伴们到专业的咖啡店来体验 在这次体验活动当中 与青年们随着老板刘克勋学习开店的准备 进行每日的咖啡品鉴 从挑逗磨逗包装到制作 一步步体验咖啡制作的过程 并实行担任咖啡员 进行充爆咖啡以及销售 全方位了解咖啡店营运的一些基础知识 今年的暑假非常的精彩 有非常多的在地的创新的活动产生 首先是我们购物节 除了刺激消费以外 更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体验的活动 在这次也导入了特约的商店 所以让很多的青年朋友们能够来参与 体验的活动一日实习生 让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能够探索自己的职埃 然后对于你未来想要的各种的行业 在暑假的期间呢 都能够到各个场域去体验 那我们在暑假的期间到八月底以前 总共有十个场次 欢迎我们在地的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热烈的参与 更重要的所有的特约的店家 也可以这样借由这个机会 跟青年朋友们能够多多的互动 多多的媒合 能够产生更多的不可能 让花蓮处处是创新 处处是惊喜 参加体验的学生有东华大学学生 以及暑假回乡与外地求学的青年 就读科系包括执行工程 艺术设计 以及台湾文化学系等等 其中参与的志工系学生表示 因为平时在学校主要与电脑为伍 较少机会接触到读书以外的事物 这次职人体验能够 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能 期待有一个不同以往的暑假经验 并且转化为未来的养分 幸福名称处处长 明朗正表示 购物节活动不只是次期消费 同时也规划了青年一致职人体验 与花蓮购物节特约店合作 7月8号规划与不同的产业 特别提供了实习工作的机会 共计有十个场次 欢迎花蓮在学7年报名参加 提早了解职场生态 获取不一样的学习经验 进而培养花蓮外来产业新兴 透过年轻人的创业 以及创业者的经验 发展花蓮产业更多可能 职人体验赞不赞 赞 继续报下一个提示好不好 好 苏长赞不赞 赞 记者 中文 欢迎收到